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分享的故事,这期继续分享《小火回乡》第五十四篇 杨二马子此刻的内心,确实有千万头羊驼奔过 老子是欠了银行钱,但你一个大混子来收款,疯了吧 单笑两声,杨二马子才到 秦哥,别闹,走,咱们喝点酒去,这事儿也跟你们没关系是不 什么叫没关系,看清楚,这是什么,招行工作正名,也现在有正经工作,是招行的员工 你欠我们公司钱还想赖账,赶紧地还上,秦哥眼睛一瞪呵斥的 秦哥,你这真假的,杨二马子故作惊讶道 再说,这事儿是我媳妇贷的款,我现在跟她已经离婚了 你们找我投上来也不是回事啊,要找你们找她去 离婚了,谁不知道她现在还跟你在一起呢 你懵得了别人,还想懵我 再说,我说你之前哪来的钱在这边买房 是你媳妇贷款给你买的吧 秦勇冷笑一声,这钱必须还了 不还,后果自负 秦哥,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你这样无理取闹可不好吧 你人还有三分火气,杨二马子此刻也不爽了 无理取闹,特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怎么就成了无理取闹了 秦勇使了个眼色,身后二十多号人立刻把杨二马子围了起来 你们想打人吗?我这里可有监控器的 信不信我报警?杨二马子看着二十多号人,心里也有些发贱 报警,报呗,我们做啥了吗? 秦勇大声吼了句,老子一向遵纪守法,以德服人 能干出违法乱纪的事吗?听秦勇这话 杨二马子额头冒出几条黑线 你压遵纪守法,特么那世界还有坏人吗? 还好当时这里安装了监控器 要是他真敢动手,必须要报警 不过预想中被打的情况并没发生 只见秦勇看着台球厅内的顾客吼道 都特么看什么看,以后都不许来了 谁来,老子就弄死他,滚,出去,都出去,这里倒闭了 这二十多号混子站一起,纹身之类地露着,确实很唬人 本来还不少顾客的台球厅,立刻走了一大半人 剩下一些看着比较健壮的人,看着人走得差不多了 也不敢再逞能,也直接走人了 秦勇从头到尾都没打人 但杨二马子此刻却更淡疼了,被秦勇这么一闹 刚才在这里的客人,以后可能都不会再来了 这种事他报警,秦勇完全可以打着催款的名义 躲避罪名,最多被批评教育一下 以他们老大跑牙强的能量,哪怕秦勇下次再来 也不会有人管的 要以后这群人天天来这么一闹,这生意就没法干了 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这个念头刚出来,就听秦勇嘿嘿笑道 怎么样,现在人少清静多了 二马子,也劝你一句,做人就要本本分分,规规矩矩 伤天害理的事做多了,那要遭天钱的 你压杆欠银行的钱不还,我们强哥那么刁都不敢 你今天给我个准话,这钱到底还不还 不还的话,哥就一直在你这等着 反正店里也不会有人,清静点方便思考 做人要本本分分,别人说这话我认,从您嘴里吐出来 我怎听着这别扭 杨二马子今天终于知道吃了苍蝇究竟是什么感觉 这钱不还,恐怕是不行了 现在抬球厅盈利还可以,要真被搅和瞎了 在周围的名气就臭了,他现在的顾客主要就靠周围的各大公司职工 如果周围的人都不敢来,这两年的苦心经营恐怕就要白费了 想明白这些,杨二马子才不得不认闹,语气也弱了下来 秦哥,既然是你来催款,这面子必须得给 改天我请你喝酒,痛快地喝,但跟你说句实话 我现在手头也不宽裕,前些天才买了房,装修的钱还没付呢 这钱一下也拿不出来 您看,能不能暂时还还 又喝,还有钱买房,没钱还贷款 话我说清楚啊,钱什么时候还,我就什么时候走 秦勇大咧咧朝一旁沙发一坐,这里环境还挺好 我还,我还不行吗?杨二马子看秦勇这架势 知道不还是不行了?这才像话吗?话说回来 你欠了银行六十万,这四年没还,我就得说说你了 欠银行的钱,利率那可是很高的 现在的欠款,估计得几百上千万了 哥也不吓唬你,你爽快一点,现在去把钱还了 我给你开个证明,八十万全部搞定 八十万,听到这白白多的二十万 杨二马子两眼一瞪,秦哥,账没你这么算的呀 这么多钱,我可真拿不出来 不拿是吧,秦勇斜眼看了看杨二马子 杨二马子心里一苦,本以为这事都过去了 没想到最后不仅要还,还得还出个利息 这么多钱他可不愿意 好说歹说下,才同意交了六十五万 这事儿才算作罢 等杨二马子把钱交了回来 秦勇才拍了拍杨二马子的肩膀 与众心尝道 兄弟,以后好好做人啊 随即一挥手,冲着一群小弟道 收工,等秦勇走后 杨二马子才破口大骂起来 今天竟然被一个混子教育 做人要本本分分 以后要好好做人 就你他妈的还遵纪手法 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吗 出了门后 杨永泽长吐了口气 当着二十几个兄弟的面感慨一句 光明正大去做以前做的事儿 爽啊 有了明面的身份 有了一个很正当的理由 光明正大去收保护费 不,去催款 这些平时做啥事都提心吊胆的混混们 最近如同打了鸡血班 格外兴奋 甚至有不少人 还破天荒地开始加班 半夜十二点 去敲欠款人的门 一场催款行动 在A市地下圈子 如火如荼地展开 再说 谢豪上次去找君主 本打算让他做自己女人 结果就被徐芳打了一顿 直接住了院 谢豪虽然不是谢氏的嫡系 但也出自谢家一脉 他老爹家在谢氏集团 也担任重要职务 其父亲谢元友 负责谢氏集团化妆品 居省的销售 居省在国内属于经济大省 人们消费水平很高 谢元友在谢氏集团还算有地位 尤其是在A市 本就是谢氏集团的大本营地区 在这里 哪怕一些高官见到他 也得磕磕气气打声招呼 结果就在今天下午 谢元友接到了自己儿子住院的消息 本来还有一场合作要谈 他也没了心情 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 时间已经晚上11点多 虽然医生说没多大伤 只是轻微地脑震荡 但看着脸肿得跟猪头似的谢豪 谢元友还是火冒三丈 此刻儿子还没休息 看到老爹出现 谢豪如同找到了救星 眼泪就扑速速掉下来 哀嚎着跟老爹哭诉 爸 你可得帮我报仇啊 怎么回事 我被人按在地上 那人巴掌就一直朝我脸上扇 几百下啊 牙都掉了两个 谢豪说话都不大利索 但还忍着疼痛说了出来 这仇如果他不报 估计很长时间都咽不下这口气 被扇了几百巴掌 看着儿子的脸 以及医生诊断的轻微脑震荡 他的心也无比愤怒 谁干的 为什么打你 一个女的当时想创业 我就借了他钱 谁知道他竟然欠钱不还 我当然就生气 结果一个人不知咋的 进来就打我 这件事真不怪我呀 谢豪以前应该没少做这事 三下五除二 就把自己的责任 撇得干干净净 无缘无故被打 这还了得 阴沉着脸的谢原友 拿出手机找出个号码打过去 电话接通后 冰冷着声音道 现在查清楚 小豪究竟是被谁打了 是 那边简短的声音传来 电话就挂掉了 你先好好休息 等我查清楚了 究竟是谁在帮你算账 看着一脸惨壮的儿子 谢豪森然道 这个时代 一切都很发达 只是稍作打听 再找些关系调集下监控 第二天上午 谢原友就查到了那人的消息 秀兰集团的徐方 秀兰集团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谢原友就感觉有些熟悉 仔细回想了下 谢原友顿时火冒三丈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谢氏集团的敌人之一 就因为这个地方 狠狠冲击了谢氏集团的餐饮夜部说 还顺带让谢氏集团整体的名气下跌过几次 对他这块的影响也比较大 今天他们的老板 竟然恶意打人 自己只要稍微运作 完全可以让医院开个重伤证明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 故意致人重伤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到时自己拒绝私了 再跟警方那边走动下关系 徐方这十年恐怕跑不了 不仅能帮儿子报仇 还能让竞争对手完蛋 这一时二鸟之计 让谢原友小小振奋了下 听说秀兰大酒店 让家族十分头疼 谢三爷跟餐饮界女 惶恐潮林一起出手 最后都杀鱼而归 如果真能打击到这个对手 自己在家族的地位 应该还会再上升一些 想清楚这些 谢原友立刻给谢正非 打了个电话过去 金陵市 谢氏集团总部 谢正非此刻正皱着眉头 看着桌子上研究的资料 本来他已经让人跟爆牙强 以及A氏媒体打过招呼 不允许他们给秀兰集团做宣传 结果就在今天 几家媒体又接了秀兰大酒店的广告 仔细打探下情况 最后才知道是跑牙强这边出了问题 心里正计较要不要处罚下跑牙强 手机铃声在这时却忽然响了起来 看了眼号码 竟然是谢原友的 大上午的他找我啥事 谢正非好奇按了接听 原友 你找我 谢正非笑问道 大哥 最近身体还好吧 谢原友客套了一句 挺好 你呢 我也还行 对了 跟你说件事 小豪被人打了 哦 怎么回事 谢正非故作惊讶问了句 打人者正是谢氏集团的徐芳 听到这 谢正非顿时来了兴趣 急切问 怎么回事 详细说说 谢原友也不啰嗦 将事情经过一五一时全说了出来 听完谢原友的话 谢正非也思考起来 对谢豪虽然了解的不多 但确实也没听说 他有什么亮眼的地方 估计也是个草包 他说的话又有几分信 考虑办上 谢正非才道 原友 抓捕徐芳的事先不及 你把电话给小豪 我问他几句话 好的 谢原友走到病床前 将手机递给谢豪道 是你大伯的 谢豪打小 就怕这一家之主 听到是谢正非的 心里也有些紧张 颤声道 大伯好 我是小豪 小豪啊 现在身体好点了没 谢正非此想问 好多了 谢谢大伯关心 听谢正非温和的语气 谢豪的心也放了下来 大伯问你几个问题 你是怎么认识 那女孩的 为什么要借给她钱 谢正非知道 徐芳不好对付 一些事情需要问妥当了 才能决定 究竟值不值得做 我对那女孩 本来挺有好感的 但一直追不来 她说想创业 找我借十万块钱 我就给了她 结果她创业失败 我去催账的时候 她竟然说不想还了 我跟她争执的时候 恰好一个男的进屋 就把我抱歹一顿 谢豪这独自撒谎习惯了 此刻脸不红心不跳 人家君主借钱开粮食店的时候 她连人家面都没见过呢 后来还是从借她钱的信贷公司里 买到的那份借条 谢正非分析了这句话 立刻找到了漏洞 又问道 既然你对她有意思 为什么还要催款 那点钱对你来说 也不算什么吧 是不算什么 我刚开始都没打算让她还 但我发现 发现她跟别的男的在一块 搂搂抱抱的 我气不过 说到这些好就顿了下来 但意思 大家却都明白 听到侄子这解释 倒也说得过去 谢正非考虑了半赏 又道 你确定这件事是对方有错 我要是有错 真就直接捏鼻子刃了 但这是真不怪我 我什么都没做 就直接被人冲上来 噼里啪啦一顿揍 谢豪的声音 无比委屈道 行 那我知道了 谢正非点了点头 道 你把电话给你爸爸 大哥 谢远友接了电话 法律的武器永远是最犀利的 你现在报警 咱们好好整治下那小子 谢正非很声道 你知道怎么做吧 放心 我这边会联系警方 故意致人重伤 至少要让他在里面蹲十年 好的 现在就去办 我这边会找媒体帮忙 把这件事的热度吵起来 相信舆论的压力下 那小子一定会受到严惩 谢正非吩咐一句 便挂了电话 爸 大伯他说什么 谢豪急切问道 放心 整个家族都会为你报仇 不过以后你也争气点 别什么事都指望家里 看了眼被打得跟猪头似的儿子 他也没迷须教育下去 让他好好休息会 便打电话联系人去办事 A市警厅 顾长渠正在喝茶 从今早开始 他的心也格外愉悦 昨天下午 A市头号大混子包牙强 给他打了个电话 破天荒地告诉他 以后他这都正经营业 以后别派警察来盯烧了 对出牙强的话 他可是一点也不信 但真派人去调查后 原本违法乱纪的勾当 真就没了 没有了这只蛀虫 A市的治安肯定要上升一个台阶 叮铃铃 正当顾长渠想着 A市未来轻松的局面 忽然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 看了看号码 竟然是谢氏集团的 谢老弟 好久不见啊 按了接听 顾长渠也不问究竟啥事 先寒暄了几句 能让谢原有亲自打电话过来 这事儿应该是不小的麻烦 顾局 确实有好些日子没见了 最近两天一起喝点啊 没问题 顾长渠满口硬了下来 那个 顾局 我这边也有点小麻烦 还得请你帮个忙 证据确凿 但希望你能处罚得稍微重一点 什么事 顾长渠知道正式来了 哎 我家儿子被人打了 重伤 凶手已经知道是谁 到时要是判刑 还得请顾局多判他几年 谢原有终于说出了目的 听说是这事儿 顾长渠还是要卖谢家一个面子 笑道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最大处分 对了 什么人敢跟你们动手 知道秀兰集团吗 他们董事长打人 谢原有叹口气道 真是太过分了 堂堂董事长竟然打人 这事情影响太恶劣了 谢原有就这么随口一说 那边顾长渠却如同被开水烫到一般惊叫道 你说的人是叫徐芳吗 是啊 顾长渠一个机灵 上次就因为抓捕徐芳 结果军区的人直接带一个赢的人来 自己也被批评教育一番 原本的副局张严海作为主要负责人 现在已经判刑了 这一尊杀神 已经进了他的黑名单 他还真不敢招惹 而且谢豪这个人作为A氏的顽固之一 可没少被人投诉 他对那小子还是很了解 这事儿估计全是谢豪的错 尴尬笑了笑 顾长渠才道 谢老弟 这事儿是不是整错了 你确定要抓捕徐芳 听顾长渠这语气 谢原有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 好奇问 顾局 您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我这么跟你说吧 知道谢莫吧 谢正非的儿子 就因为招惹了徐芳 然后找张严海去抓人 抓到最后 你说怎么的 一个营的人冲进我们这 谢莫跟我们张局 现在都进去了 人家还好好的 我这级别的朝上打听 根本打听不到徐芳的消息 这么个人 你们招惹他做什么 谢原有心里意图 当时的事情 他确实知道一些 谢正非和谢三爷 全都被带了进去 结果谢莫还是没出来 对方的能量 看起来确实不小啊 不过谢正非应该也知道 那小子的能量 大哥既然决定做这事 那小子看来也并非动不得 当即苦着脸道 顾局 那人要是犯错 法律还管不了了 这个 不大好管 但应该也可以管 顾长渠磨棱两可回道 那我现在报警 他打了我儿子 你们看着来吧 事情的真相 我们也会配合媒体 公布出去 顾局您就公事公办 谢原有道 行 那我现在找人去调查下 顾长渠叹了口气 谢氏集团不好惹 但徐芳也不好惹 特么的这群大佬闲着没事 天天瞎整什么鸟玩意识 挂了电话 顾长渠心里也有些无奈 坐在办公室上开始斟酌 不多会 一些媒体上 也陆续登载了一些新闻 秀兰集团老板仗势欺人 暴打小青年 有钱就了不起 秀兰大酒店老板暴打路人 小伙讨债 反被秀兰大酒店老板打成重伤 秀兰大酒店老板 以女人向情敌出手 秀兰大酒店跟谢氏集团 在A市都让人耳熟能详 如今 看到这秀兰大酒店出事 不少人都点开了这些新闻 当看到这条新闻后 不少网民也在新闻下方评论 支持将徐芳绳之以法 不过 徐芳也没做错什么事 倒没真正影响 秀兰大酒店的营业情况 本来不是多大的事 却在谢氏集团 不遗余力的宣传下 抓捕徐芳的呼声 也更高起来 这会儿 徐芳正在家里看电视 这种闲暇时光很少有 而且有的时候 也经常会被破坏 这次也不例外 徐芳还没休息多会 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 看到是赵宇飞打来的 徐芳按了接听 笑问 宇飞 你找我 徐总 出事了 现在不少媒体都在报道你打人的事件呢 赵宇飞急切的声音传来 打人 对啊 我把新闻都发你聊天软件上了 你有时间就看一下 赵宇飞急切道 行 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 徐芳打开手机 点开了赵宇飞发给她的新闻 看到这些后 徐芳的眼里也有些含义 谢豪这件事 本来她并没准备深究的 但这些媒体一出 而且还严重扭曲了事实 徐芳这睫毛都是空心的妖孽 稍作思考 就明白谢氏集团的用意 致人重伤 故意伤人 这必然要受牢狱之灾 既然你这么对我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徐芳知道自己时间不多 这些新闻既然已经出现 那警方注定要立刻 对自己展开追捕 徐芳要趁这个时间 快速把一切事情解决 叮铃铃 一道手机铃声忽然传来 看着这A氏的陌生号码 徐芳也有些好奇 究竟是谁找自己 好奇按了接听 您好 你好 是徐总吗 一道很客气的中年声音传来 是我 您是 徐芳有些好奇 这声音自己并不熟悉 你好你好 我是A市警局领导 顾长渠 现在有人报警 称您在前日 于农贸市场恶意伤人 并致人重伤 能不能帮下忙抽点时间 协助下我们调查 如果方便的话 我现在让人去请您过来 对方语气如此温和 徐芳转念一想 就知道为什么 不过自己如果不去 到时肯定会落下把柄 笑道 顾领导 这件事跟相关报道肯定不一致 现在我还有点忙 两小时后 我亲自去警局 如何 好的 那再好不过了 顾长渠看徐芳如此配合 心里也长舒了口气 挂了电话 徐芳眼里惊芒一闪 犹豫了片刻 徐芳找出手机 拨了一个电话号码 号码很快就被接通 一道带着浓重口音的话传来 浓好呀 依找谁 帮我联系下军霸 依说啥子 电话那边带有浓浓口音的声音 显得很疑惑 徐芳心里暗乐 笑骂道 文姿 你这桩村姑还装上瘾了 信不信打你屁股 听到徐芳这声音 对面电话里长时间沉寂了下 半嗓才有一道正常的女生 紧张问 圣首 是你吗 算是吧 帮我联系下军霸 我找他有点事 徐芳淡淡道 好的 您稍等 我这让他过来 文姿惊叫一声道 低调一点 这是我个人的私事 我给你打电话的事 别人没问你 千万别说出去 徐芳提醒道 你放心你放心 打死我也不会说出去的 文姿惊喜说了句 然后快速跑出去找军霸去了 一间宿舍内 军霸正在洗小裤呢 结果就被冲进来的文姿直接拽进了他办公室 大姐 什么事这么着急 军霸急吼道 没事 有你的电话 我的电话 谁打来的 军霸好奇问 是我姐吗 不是 你姐能打进来吗 赶紧地接 快速跑到办公室 文姿将电话递给军霸 才笑嘻嘻道 是圣首 圣首 听到这俩字 军霸身体一颤 一双虎目一热 声音略微有些颤抖 圣首 是你吗 小军啊 最近过得怎样啊 徐方温和问 听着这熟悉的声音 军霸一时百感交集 欣喜道 我好 好着呢 我听我姐说你的事了 你们真合作了呀 嗯 合作了 这次找你来 有个不情之情 也是想征求下你意见 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上刀山下火海万所不辞 军霸振奋道 最近 我这边有点事 可能需要曝光下你的资料 你们缉毒警的身份很敏感 传出去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毒枭 对你姐下手 我这边会保护她的安全 如果你没问题的话 我这边就去做 如果你担心你姐的话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徐方把自己要求说了出来 有你保护 我姐肯定安全啊 军霸听到是这事 笑了笑道 我没什么意见 但一定要保证我姐的安全 你放心 我会做到的 挂了电话后 徐方才深吸口气 打开电脑 开始写下宣传文案 半小时后 一篇文案就完整出现 在秀兰集团的高层群里 徐方将这份文案发了出去 顺带留了个言 一小时内将这个帖子炒起来 林香雪 各酒店注意 动用所在公司所有公关部力量 半小时内将此贴全部运作出去 赵宇飞 收到 孟小妍 收到 杜晴 收到 袁景 收到 蔡琴 收到 各大酒店的总负责人 全部收到消息 立刻运作去了 徐方想了想 又给郑秀兰 周杰等人 把这个消息发了出去 最后 徐方又在秀兰大酒店的微博上 挂出这篇文章 等一切都安排妥当 徐方心情也放松起来 下楼开车 朝警局拾去 事情已经完成 公道自在人心 二十分钟后 首先在A市 正在用聊天软件聊天的人 忽然收到了一条弹窗新闻 打人事件逆转 秀兰大酒店老板究竟是对事错 A市的人 一大早就听说了秀兰大酒店老板打人的事 如今这事还有逆转 不少人十分好奇点了进去 原文不长 大概内容如下 针对前日秀兰大酒店老板打人之事 已经闹得纷纷扬扬 接记者终于联系上秀兰大酒店的老板 他正要去警局协助调查 因为时间紧急 他并没接受记者采访 却跟记者表明 事情真相都发在了秀兰大酒店的官方微博上 微博阐述字字属实 如果虚假 他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微博原文如下 我是徐芳 很多人都知道 粤海村中药公司是我的企业 里面要品评价 保真 有效 在此之前 是一名医生 几年前有幸 参与一项救援活动 被救援者 是一名潜伏在毒枭身边的卧底 当时年仅23岁 在窝点潜伏两年 终于取得毒枭信任 朝警方反馈几条很珍贵的消息后 最终被毒枭发现 并开始了惨绝人寰的逼供 为了保证抓捕毒枭行动完成 这名被救援者守口如瓶 而为了撬开他的嘴 毒枭每次问话 如果他不回答 就命人断了一条胳膊 最后 胳膊 手腕 膝盖 脚踝 四处八地全部断裂 但他依旧没有透露 同伴任何消息 毒枭开始在他身上的筋做手脚 每次不回答 身上的每一条筋都被切断 筋全断了后 毒枭开始用小刀 一刀刀切下他身上的肉 毒枭还准备了一口油锅 如果这样还撬不开他的嘴 将会把它吊在油锅上 从脚开始活炸 在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身上还生最后一口气 我们所在之地 之所以这么阳光 是因为 在你看不到的黑暗 有人正竭尽全力地 把黑暗挡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他的姐姐 并没有为此无理取闹 家里一贫如洗 依旧用他瘦弱的肩膀 撑起重任 养活自己 赡养父母 却在前日 谢氏集团的公子哥谢豪 看上了这个女孩 女孩的店铺 莫名其妙被烧毁 创业欠款的欠条 也莫名其妙到了谢豪手里 女孩在店铺 看着满目苍疑的店铺哭泣时 谢豪却带着十几名社会青年 将女孩关在店铺里讨债 女孩无力偿还 谢豪不解殴打女孩 竟然还意图侵犯 一个一心为了祖国的军人 不是应该被人爱戴吗 他的亲人 不也应该受到别人的爱护吗 他的亲人不用上面养活 反而自食其力 不应该受到人们尊敬吗 烧人店铺 毁人前途 意图抢女 这他妈和土匪何意 我就只身一人 努力护得女孩周全 谢豪身后十多名青年 我一人把他打成重伤 可能吗 然后竟然捏造事实 想让警方判我入狱 我想我还算有点钱 有点社会地位 这样都会遭到如此冤屈 那些无辜的人 是否也会和我一样 能把自己的遭遇发出来 你们谢氏集团光鲜的外表 究竟扼杀了多少冤魂 难不成你们谢氏集团代表法律 这他妈你们还有王法吗 难道家大业大 就可以随便仗势欺人 草菅人命 我无法阻止别人的选择 但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使用谢氏集团旗下 所有产品和服务 我很期待 如果有一天 没有人在使用你们的产品 你们究竟还有多少罪行 能公之于众 已在赴警局路上 希望警方能给我 给大家一个公正的审判 当看到这条消息后 网民立刻就炸毛了 看哭了 这么伟大的人 他姐姐凭什么受人欺负 还有天理吗 太伟大 感动哭 一定要严惩谢氏集团 卧槽 原来真相是这样 谢氏集团还不要脸了 打得好 怎么没把谢氏那孙子打死 不要脸啊 竟然还往秀兰集团 老板身上泼脏水 气得我把刚买的护肤品 扔垃圾桶了 不错 就是谢氏集团生产的 硬汉啊 那得受到多大痛苦 想想都打寒战 冲锋陷阵的是他们 抗阵救灾的是他们 为我们遮风挡雨的也是他们 这样的人 凭什么要他姐姐受苦 严惩凶手 评论很多 不少看到新闻的人 也会专门看一看 秀兰大酒店的微博 当发现这条微博确实存在后 根本没有转发送消费券的活动 人们开始自主转发 转发量十次 一百次 一千次 三千次 微博出现后 便以火箭的速度 将转发量 评论数 以及点赞数 给顶了起来 而此时此刻 这条新闻 也经过秀兰集团的各种运作下 迅速在国内传开 华夏从始至终 最不缺的就是正义 当这条新闻出现后 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人 也会进行转发 再说顾长渠 从给徐芳打电话之后 就盯着秀兰大酒店的微博 他记得很清楚 上一次因为谢莫的事 徐芳就是先在秀兰大酒店的微博上 详细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相信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果不其然 他又一次刷新页面之后 就看到了那条微博 看到这条微博时 顾长渠就知道 谢氏集团这次偷鸡不成十八米了 弄不好 恐怕谢豪也得进去陪谢莫 谢氏集团 这样的庞然大物 两次想将秀兰集团置于死地 每次却都杀鱼而归 损失惨重 这么仔细想想 徐芳这人确实妖孽得可怕 以后 此人切记不能招惹 领导 徐芳来了 秘书走进来 恭敬道 带他去审讯室 顾长渠手一挥吩咐 自己则快速去审讯室准备去了 刚在座位上没坐多会儿 就见徐芳走了进来 让其他人全部出去 顾长渠立刻走过来 客气道 徐总 感谢您能来配合 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 顾领导有什么问题 尽管问吧 徐芳大咧咧朝座位上一坐 这座位他上次还真坐过一次 听徐芳还提上次的事 顾长渠心里一颤 甘笑两声道 上次的情况我不知情 是我的失职 让徐总受委屈了 徐芳不知可否 笑道 不知顾局 看了我们秀兰大酒店的官博没有 这次事情的前因后果 上面都有介绍 如果没看到的话 我可以找给你看看 如果有其他需要补充的 尽管问 微博我看了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 我们会对谢豪展开调查 现在我询问一些问题 还请徐总肇实说 这些都会成为证据 顾长渠认真道 徐芳对此并没意见 如实回答了顾长渠一些问题 有了对徐芳的顾忌 顾长渠很客气地 把徐芳送到警局外 心里才长舒口气 招惹了徐芳 也活该谢氏集团倒霉 当天下午 秀兰大酒店发的那条微博 就到了热搜榜第一 甚至还引发了人们对 基督警的尊敬与理解 在人们的呼声中 A市警方不堪压力 在他们的官方平台上 发出了对这件事的处理 秀兰集团徐芳建议勇为 颁布建议勇为奖 谢豪则因纵火罪 强女未遂罪等 判刑三年 当天晚上 心急如焚的谢原友 迫于无奈打了顾长渠的电话 顾长渠接其实也很愁 这次抓捕谢豪 确实是把谢氏集团得罪了下 看到谢原友的电话 顾长渠考虑了下 还是按了接听 顾局 你那边什么情况 本来要针对秀兰集团 最后怎把我儿子抓进去了 这事办得不地道啊 电话刚通 谢原友的抱怨就传来了 顾长渠苦笑一声道 老谢 之前我就提醒过你 这事如果不怪徐芳 千万别跟他过不去 不是我想抓人 现在网上的呼吁声 你应该都看到了 所有人都盯着这事 如果我再包庇 这很让我为难啊 最近不大太平 你先缓一缓 等时机一成熟了 看看能不能运作下 真没别的办法 没有 你们谢家家大业大 我吃饱撑得跟你们过不去 最近你也放心 你儿子在这里吃不了多少苦 近来也未必全是坏事 或许出去后 还能发奋图强 成为一代栋梁呢 顾长渠宽慰一句 谢原友强忍着骂人的冲动 你呀咋不把你儿子送进去呢 不过是已至此 他也知道多说无意 无奈挂了电话 一日中午 谢氏集团总部 谢氏集团的会议室 各地区 各项目的负责人 此刻都在里面 这几十号人 乍一看挺有声势 仔细看 却都搭拉着脑袋 谢正非此刻满脸阴沉 在他的威压下 会议室内一片寂静 谢氏集团的股票 到现在直接跌停了 沉寂良久 谢正非才吐出一句 这个消息 大家早就听说了 谢氏集团的资产 相当于无形中 直接缩减四分之一 上千亿的资金 说没就没了 最终的原因 竟然只因为一条舆论攻击 原本有不少大合作 从昨天到今天 也终止了不少 谢正非再次吐出一句 如同一记重锤 狠狠砸在人们心头 这件事的责任 原有 你应该清楚吧 谢正非目光如电 狠狠看向谢原有 谢原有一夜之间 憔悴了不少 本来四十多岁的人 此刻如同五十多岁 眼窝深陷着 听到谢正非的话 他无奈叹了口气 都特么是因为 自己的混账儿子 自己做错的事 竟然不敢承认 因为一个谎言 竟然让家族承受如此灾难 这种过失无法补救 接起 你就离开谢氏集团 以后与谢家 再无关系 谢正非立声道 没收一切股份 这些年年 你对谢氏集团 也算有功 现有的资产 就不收回了 你走吧 谢原有文言 身体一颤 之前来开会时 他就撂想了 无数恶劣的结果 这个处罚 他也早有心理准备 但猛地听说 谢正非这话 他本以为 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但仍感觉 一阵天旋地转 说得好听点 那是离开谢氏集团 朝南厅里想 这是被逐出家族了呀 叹了口气 谢原有对着众人 深深居了一躬 闷声道 各位 抱歉了 以后要有用得到的地方 刀山火海 万所不息 说罢 才颤微着身 朝外走去 等谢原有走后 谢正非也叹了口气 但这时候 不是感伤的时候 公司还有那么多人 等着吃饭呢 整顿下心情 谢正非沉声道 现在 大家都发表下看法 如何度过这次难关 大哥 这次事情的起因 还是因为谢豪 咱们这次把对谢原有的处置 公布出去 然后撇清这层关系 最后狠狠批判下 徐方在造谣 这件事随着时间很快就能过去 谢氏集团珠宝这块的负责人 站起来道 我觉得谢穷说得没错 艺人支持道 这是最好的办法 然后让公关部多做一些文章 很快大家就能忘掉这事 可以找一些明星来我们公司做点活动 转一下大家注意力 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 虽然没有十分有效的解决方法 但也有一定的挽回余地 等众人走后 整个谢氏集团的公关团队 也加班加点地忙活起来 不同于谢氏集团的鸡飞狗跳 秀兰大酒店则是皆大欢喜 尤其是赵宇飞 谢氏集团如今出了这档子时 他也能趁势追击 昨天秀兰大酒店的营业额 明显又有潮上提升的趋势 而且也是在昨天下午 跑牙墙那边又谈妥了不少广告宣传合作 A氏这边的秀兰大酒店 业绩暂时是稳住了 谢氏集团踢到铁板 也成功让一些竞争对手趁虚而入 虽然谢氏集团做了一系列的补救 但还是造成了不少损失 对此 徐芳喜闻乐见的同时 也没太过关注 这天一早 徐芳就接到了黎宁的电话 当时这妞怀揣着超强电池的制作方案 正被黑狼追杀 结果被自己救了下来 黑狼现在还在保护秀兰大酒店的安全 后来自己给他投资了一千五百万 让他带团队去开发这款产品 现在联系自己 难不成是这电池有了新的进展 按了接听 徐芳温和问道 大美女 早上好啊 徐芳 您这老板不称职啊 投了钱 这都三个月了 没搭理过我们 不怕我卷款跑了呀 黎明清脆的声音传来 徐芳微微一笑 你去卖身都不止这个价 为了这点钱卷款逃走 到时被全国通缉 不划算啊 去你的 黎明跟徐芳还算熟 说话倒霉那么生分 打去了一句 黎明才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徐芳 超强电池的开发已经进入尾声了 正在最后的测试 如果这次没问题 这款电池就算真正开发出来了 不过 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说 资金上还有些缺口 这款电池耗费的东西太多 是我之前没想过的 大家上个月的工资就省着没发 全部投入电池设计上了 我本来打算等做出来后再联系你 但最后的测试阶段 还需要一笔钱 我这也没了办法 说到这 黎明也有些不好意思 徐芳以为是什么大事 笑道 还需要多少 大概二百万就能全部搞定 行 我待会转到你账户 电池确定成功 还得要多久 如果这次试验成功 这次研发就算结束了 算算时间 最迟一周 到时 我会把产品拿一份给你 你看看满不满意 如果看着还行的话 接下来是投入生产 还是把方案转售给别人 都是您的意思了 咱们自己研发的东西 当然要自己生产 稳住现有的团队 以后的工作还长着呢 徐芳正色道 听到徐芳的承诺 黎明心里一喜 他旗下的所有人 都是实打实的技术狂 钱对他们来说 虽然是好东西 但如果 没了舒适的工作环境 对他们来说 未必会快乐 而跟徐芳合作的 这几个月来看 这个老板完全符合 他们的心理要求 钱管够 够自由 能坚持 能继续跟徐芳合作 那就太好不过了 当即欣喜道 行 那我替大家感谢你 挂了电话 徐芳也开始来回夺步 超强电池 当时决定给 黎明投资的时候 他就考虑过 这款电池的重要性 这一定会是一场 划时代的变革 在各种资源逐渐枯竭的情况下 电力 属于新能量 无污染 可持续生产 之所以没有完全普及 不就是因为 电池还不够强大 徐芳能预想到 这款电池推出后 将会在各种数码产品 汽车等各项领域里 产生强大的冲击波 想到这电池的潜力 徐芳心里也火热一片 有了这款电池 自己估计能狂赚一批钱了吧 挂了电话 徐芳开始构思 接下来该如何布局 超强电池的销售 等于MPN等于 超能电池这事儿有了消息 徐芳心情大好 问了下王琪A 是这边米线店的装修进度 王琪也比较给力 经过小半个月的折腾 大部分米线店 已经装修结束 只要等屋内装修的味道一散 基本就可以营业了 这次装修只是简装 徐芳预计三天左右就能营业 稍微琢磨一下 徐芳知道该采购各种材料了 丽雪 起床了 快十一点了 打定主意 徐芳进了卧室 叫陈丽雪起床 真快 陈丽雪打了个哈欠 妩媚地看了眼徐芳 嗖着声音道 平时人家七点就起床了 这几天都怪你 把人家生物中都打乱了 徐芳翻了个白眼 美女 每天晚上十一点 是不是第一次已经结束了 是谁十二点的时候 还要来第二次的 讨厌 听徐芳提到这事 陈丽雪称了一句 红着脸起了床 等陈丽雪吃完饭 徐芳笑道 今天该准备准备东西 你限店即将开业 乐 陈丽雪文言眼睛一亮 惊喜道 店铺都装修好了 大部分都好了 美好的也差不两天 行 咱们现在做什么去 广告牌 买桌椅 先做广告牌吧 徐芳斟酌吓道 行 陈丽雪没有意见 跟着徐芳上了车 一起炒广告公司赶去 人手都着齐了吧 徐芳问道 都齐全了 已经培训几天了 开业那天 全都能直接上手 不错 这两天再联系下 A市这边的营销号 好好把新一米线给炒作下 争取第一天就赚点钱 徐芳嘿嘿笑道 嗯 二十分钟后 两人在一家名为 春天广告公司的店停下 进去后 立刻有人过来招待 两位是想做奶类广告 我们想定做一些广告牌 徐芳温和回应 如果你们没设计的话 我们可以低价帮忙设计 这里也有现成的一些模板 如果你们有看中的 可以直接选用 制作广告牌的材料 有这么几种 都可以挑选一下 这位营业员爽力地 将一个介绍单子递过来 我们有设计好的款式 你们照着做就行 材料选用木质 金属混合的字 需要晚上发光 尺寸大概有这么多 一共三百三十块 价格这块你们 最好给我一个 比较合理的价位 如果我感觉合适 今天可以直接定下来 如果我感觉不合适 我会换一架试试 徐芳找出准备好的纸张递过去 您放心 价格肯定很合理 听到有三百三十块 营业员心里乐开了话 接过徐芳递来的单子 原本脸上挂着笑容的服务员 眼睛却在一瞬间瞪大 本来听说这么多块牌子 以为就是很小的宣传牌子 但看到上面的尺寸后 她知道自己大大的错了 两位你们稍等 我去找下我们经理 在价格上一定给你们最大的让步 营业员神态一速 小心跟徐芳说了句 然后快速朝屋里走去 大带五分钟 原本的营业员 就和一个薛瘦男人 快步走了出来 看到徐芳后 立刻热情握着手 你好你好 我是这里的经理马志军 咱们借一步说话 徐芳 徐芳介绍了下自己 带着陈丽雪一起 随马志军进了她的办公室 给徐芳两人倒了杯水 马志军才道 徐老板 不知你说的这些都当真 三百三十块 对 马经理你算一算 这些广告牌全部设计出来 一共需要多少钱 马志军在心里抠了半天 才道 徐老板 这些数据我大概看了看 确实不少 你选用的材料 也都是好材料 价格一平米 我们对外算是一千块钱 这么多的话 我们会有些优惠 但我们也得赚点 一口价 一平米七百 你应该也问过几家了 可以对比下 我想我这价格 还是非常有诚意的 要是能接受 咱们这合作就定了 徐芳可没少做广告牌 知道这价格还是有点高 笑道 马经理 你这价格不实啊 我在各地都有公司 对广告牌的行情还算了解 同样的广告牌 我做过最便宜的是五百美平 当然 这是我朋友给我的友情价 我也不多还价 每平米五百五 如果谈得拢 我现在付款 三天内这些广告牌全部出来 谈不拢 我就再换一价 徐老板 这价实在是太低了 恐怕 马经理有些为难道 我们这公司也得盈利 而且你刚也说了 你朋友给你的友情价 那价格 我保证是亏的 那马智君给我个最低价吧 我现在还挺赶时间的 最低六百二 不 六百 没法更便宜了 看徐芳做事要走 马智君直接个了个底价 六百美平 这价格确实还可以 徐芳也没多讲 订了三天内 必须都要送到安装好 便付了订金 随陈丽雪一起离开 每平六百 这么便宜 车内 陈丽雪有些惊讶 她在中龄市的米线店 招牌每平米都得八百左右 她记得徐芳给她定做广告牌的时候 好像也是按八百走的 似乎看出了陈丽雪的疑惑 徐芳笑着解释 之前在中龄的时候 咱们就定做几块广告牌 价格上肯定不会让步 当我做秀兰大酒店的招牌时 也会顺便做一些小广告牌 那个人家给算的价格就是五百美平 文言陈丽雪也明白过来 笑道 那个叫马智君的也不是好东西 一脸真诚地说七百美平 不知道的还以为真是底价呢 奸商奸商 无商不见 徐芳耸耸肩 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 去家具城看看 把桌椅 架子都准备好 冰箱 做饭材料 也要早点准备 到了家具城 徐芳也没多挑 挑选个跟以前米线店用的一样的品牌 以市场价六折的价格 采购了三千五百张桌子 每张桌子配四百椅子 又给每个店铺采购了一个收银台 一个架子 一个冰箱等 剩下的米线店专用器具 徐芳也都准备得很妥当 这些成本下来可不少 徐芳在桌椅上本就追求档次 这些准备工作下来 赫然也砸了六百万进来 对此 徐芳也不在意 如果米线店成绩喜人 这些钱很容易收回来 接下来几天 这些桌椅、广告牌就陆陆续续地各就各位 终于 在徐芳采购桌椅的第四天 这些东西全部都准备妥当 当天下午 徐芳给君主打了个电话 君主一直在等徐芳消息 接到徐芳电话显然很兴奋 徐芳 是不是可以做米线了 对 现在开始着手准备 按照我之前的需求 前期做少点 这次先做个三万斤米线 以后每天需要多少 我会给你一个消息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需求量会稳定下来 好的 一天三万斤米线 一斤米线有五毛钱的净利润 这可就是一万多块啊 去了人工费 水电费 工厂租金 那也能剩不少 我滴乖乖 徐芳竟然舍得 把这么多钱送给他 难不成真是对他有意思 想着想着 君主不禁傻笑一声 米线店一切都准备就绪 徐芳将之前写的米香米线软文 发给了A市的各大营销号 一日 周六 上午十点 A市各大米线店 也都开始营业 有了第一次开业的经验 徐芳命令每家店的员工 先给自己做一碗米线 放在门口的位置吃 徐芳跟陈丽雪 在北三环随便挑了一家店 也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 徐芳 第一天能有什么效果吗 陈丽雪看着徐芳问 徐芳想了想到 周围小区的人们 吃饭主要的地方 就是这条街 爱吃米线的人不少 来这条街 肯定会有顾客 咱们米线店 前期的人气不会高 但可以培养出一定基础的回头客 嗯 陈丽雪在忠灵市就一直经营米线店 对米线店比较了解 文言也深以为然 十点半 终于有人看到这家米线 并被门口几人吃米线的香味吸引了进来 老公 这家米线比隔壁贵两块钱哎 一女孩看着价格 脸上满是不爽 徐芳看女孩不大情愿 惊声笑道 美女 现在的米线有干姜米线和酸姜米线 你平时吃的米线都是普通的干姜米线 保质期一般都好几个月 我们使用的都是酸姜米线 采用最好的鲜米 头天晚上就要开始制作 今天一早才送到店里 今天卖完了就没有了 卖不完就得扔 保质期就一天 米线里有米香味 跟你以前吃的不一样 比普通米线就贵个几块钱 这点钱也不算什么 不妨尝一碗 女孩本就爱吃 听着徐芳的话 心里就有了吃的意思 笑道 行 那就来两碗 米线店墙壁上 有米香米线的故事传说 也介绍了酸姜米线的好处 配合着这优雅的小店 显得干净 舒适 健康 很快 米线就被端上来 嗅着这香气 两人食指大动 女孩迫不及待加起米线 吹凉后吃了起来 感觉那有韧劲 却又不难碎的米线 一股米香弥漫在口中 女孩眼睛顿时一亮 伸出大拇指赞道 老板 这米线真好吃 这米线全是大米加工的 高汤也都是新买的老母鸡熬的 母鸡需要两年份以上 农家养得的土鸡 还添加了一些中药 长期食用强身健体 徐芳随口说着米线的好 最后指着自己碗里道 我们平时也会吃一碗 女孩听徐芳说完这些 对这米线也愈发喜爱 成 我有空就过来 徐芳微笑点了点头 跟陈丽雪在店里 一直待到了下午两点 因为第一天 人不是特别多 但也因为就这么一条街 顾客有的选择也不多 爱吃米线的人也不少 加上店铺装修的确实不错 所以也会有一些顾客 甚至午饭高峰的时候 店铺里的桌椅还坐满了 看着这样的规模 徐芳心里也很满意 也没跟陈丽雪多等 开车一起回了家 因为第一天营业 徐芳跟陈丽雪 也都需要琢磨下 第二天要做酸姜米线合适 所以在晚上的时候 也一直等各家的消息 北三环里江小区的米线店 八点的时候米线空了 明珠小区八点零七分 米线卖完了 天同五区八点零九分 米线卖完了 八点朝后 这三百多家米线店 陆陆续续全都空了 陈丽雪看着聊天软件上 发来的各个消息 脸上也浮现出浓浓的喜意 一直到九点 三百三十家米线店 将米线全部售请 八点的时候 乃家账出来 徐芳就开车 带着陈丽雪去收 一直忙活到九点二十 徐芳才看看把款全部收好 将钱用袋子装好 到了小区 徐芳扛着钱袋子回到家里 然后把钱按面值分类后 放在取款机上 开始自动数钱 陈丽雪是干净人 不喜欢用手摸钱 则在一旁开始统计 各家店用手机支付的金额 现在的人们出门吃饭 不少人都不带钱 直接用聊天支付的方式 方便快捷 很快 陈丽雪这边就统计出了结果 用手机支付的金额 一共79.36万元 等陈丽雪这边的金额统计出来 徐芳那边也算得差不多 竟然也有三十一万五 加起来一算 赫然超过了百万 一百零七万 零个八千八 陈丽雪因为之前开的店铺少 所以有多少钱 倒没争取计算 当真看到这么多钱 还是把她震撼了一把 徐芳 这么多钱 咱们一天就能开一家店了呀 徐芳心里其实也有些吃惊 随即心里又是一阵庆幸 当时决定开米线店 只是为了得到陈家药材 如今米线店带来的营业额 竟然大大超乎了她预期 深吸口气 徐芳笑道 其实也没多少 咱们这只是总营业额 去了人工费和米线费 咱们这一次 净利润也就六十万 不过这才刚起步 相信未来一个月 营业额都会增长 而且新店刚开张 外卖这块也没有起来 等外卖的口碑也做起来了 营业额还会有大规模的增长 想着明天的营业额 肯定要比今天更好一些 徐芳给君主打电话 让她把米香米线的制作数量 从三万斤前一张写错 算成一万五千斤了 以修改 直接提到了三万五千斤 根据徐芳的估计 只要新一米线 按照正常的轨迹走 日后每天对酸姜米线的需求 至少能达到每天七万斤 如果A市的市场真的比较喜人 突破十万也未尝不可以试一试 而徐芳当初决定在A市 耗费重金开了这么多米线店 也是想等这些米线店培养起来 也能凝聚出大量的人气 到时三百三十家米线店 齐心协力一起推广秀兰大酒店 绝对有很强的推广作用 如今看来 不仅仅自己的目的就要达成 甚至还有这么喜人的营业额 现在对于新一米线 徐芳也不会放过任何宣传的机会 第一天营业额破百万 徐芳就发给了当地的各大媒体 而第一天开业 就掀起如此热潮的米线店 各大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这种吸睛的新闻 纷纷在首页挂出新一米线营业额的事迹 一时间 新一米线在A市 也悄然传开了 一日 徐芳跟陈丽雪没啥事 依旧选了一家米线店开始调查 这次刚开门没多久 就有人进来吃饭 而且较之于昨天 今天吃饭的人也更多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 明显已经是回头客 驾轻就熟地点着菜 对此情况 徐芳跟陈丽雪相识一笑 知道新一米线真是被A市人们接纳 了 接下来三天 新一米线的营业额一直在上涨 短短三天时间 营业额旧 从第一天的108万 涨到了132万 虽然看着涨幅不大 但徐芳知道 这种小店铺 能维持每天的营业额就很难 能保证每天的营业额上涨 那更是难上加难 对此 徐芳也没有吝啬 给米线店的员工 都包了500块钱的红包 有如此敞亮的老板 这群员工干活也更加卖力 服务态度更好 一时间 口碑也水涨船高 甚至人气增长之快 远远超出了徐芳预期 新一米线的官方微博粉丝人数 也从最开始的500人 悄然涨到了2000多人 徐芳决定 等新一米线的顾客都稳定后 330家米线店 将一起推广秀兰大酒店 叮铃铃 这天中午 徐芳刚吃过午饭 手机铃声忽然响起 看着号码 是黎明的 徐芳赶紧按了接听 徐总 没打扰您吃饭吧 黎明清脆的声音里 难掩着激动与喜悦之气 没有没有 你找我有什么好事没 徐芳 电池开发出来了 经过我们几次检阅 各项参数都完全正确 这项技术 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 黎明振奋道 对此 徐芳心里也充满激动 振奋道 你等着 我这就回去 晚上见 好的徐总 挂了电话 徐芳想了想道 丽雪 我得先回去一趟 A是这边需要你来照应 如果有解决不完的问题 随时跟赵与飞联系 打电话给我也行 陈丽雪点点头 放心吧 应该不会有问题 你有时间可以找个地方 当我们新一米线的办公地点 然后招个人 打理A市的所有米线店 平时主要负责收款 白天去收昨天的款项 收上来后直接存进银行 同时也负责各大店铺材料的采购 人员的调控等 待遇可以适当地高一些 人数你自己定 公司做大了 时间成本是非常昂贵的 不可能什么事都亲力亲为 徐芳叮嘱了一句 对徐芳这个提议 陈丽雪显然早有想法 闻眼眼睛一亮 欣喜道 我正有此意 还没想好怎么跟你说 没想到你先开了口 放心吧 我这两天就张罗俩人 嗯 你看着来 对陈丽雪的能力 徐芳非常放心 交代清楚了一些事 直接开车朝青云市赶去 徐芳车速很快 熟练地避过各个探头后 下午六点 徐芳就回了青云市 来到了黎明办公的地方 这妞正在办公桌上吃外卖 怎么点的外卖 徐芳皱眉问 看到徐芳回来 黎明眼里有些欣喜 听到她问话 手一挥魂不在意道 习惯了 每天都这么过来的 再说 搞科研的 哪里在乎吃的什么 行了 我带你去看看电池 徐芳沉默了一下 拎着黎明的外卖 出了她办公室 爱爱 你抢我饭干嘛 黎明很不爽地跟了出来 此刻办公室内 一共有十二人 徐芳进来的时候 只有五六个人吃外卖 现在出来的时候 其他人应该也都忙完了 都打开了自己的外卖 徐芳脸色阴沉如水 打量着大家吃的东西 其他人自然是认识徐芳的 也知道他们之所以有资金搞科研 也完全是因为这老板 如今这家伙竟然如冷面人一般盯着他们看 让他们心里有些发毛 最终 一名技术小组长小心说了句 徐总 我们知道在办公室吃饭不好 胃散不开 但大家平时吃完饭就忙工作 一般不在外面吃 小刘 快去把窗户打开 咱们去休息去吃 徐芳没有吱声 将大家的外卖 全部都拎在了手里 在大家震惊 不解和愤怒的目光中 自顾自将外卖 扔进了外面的垃圾桶 徐芳 你什么意思 大家为了节约时间 在办公室吃外卖怎么了 就算是这样不对 你说一声不就完了 你知不知道 大家为了省经费 平时一日三餐都吃的这些 黎明站在徐芳身后 眼里蒙上了一层雾气 本以为徐芳是个很不错的老板 但今天才发现 这老板并没他想象的那么和善 其他人虽然没有说话 但呼吸明显也有些加重 看着徐芳的眼神 也多了几分疏远 徐芳这时候 却突然对大家深深居了一躬 停了两秒 才重新直起了腰 而徐芳这个动作 却让原本内心感觉 受到侮辱的员工们一愣 徐芳打量一圈屋内的技术人才 深沉道 刚刚贸然扔了你们的外卖 是我有些莽撞了 在这里跟你们道歉 黎明 在这里我也要批评一下你 当时我说 经费如果不够 你就开口跟我要 怎么能用大家的薪资用在工作上 大家都要养家糊口 你这样让别人怎么活 我 我当时跟你要一千五百万的经费 我当时感觉这样就足够 甚至是多要了 当后来才发现还差点 也没好意思跟你提 看着徐芳一副问责的姿态 黎明小声解释 徐芳叹了口气 道 我是做餐饮生意的 也是一名中医 看大家现在的状态 最近一直在吃外卖吧 这些外卖价格 应该还是比较便宜的 看餐盒 都不符合上面规定的外卖 打包和标准 那些菜为了提味 里面也会放一些化学相精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你们自己可能意识不到 但你们是华夏乃至世界 最尖端的人才 不管你们谁的身体垮了 对整个社会来说 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刚才我给你们鞠躬道歉 不是因为扔你们外卖 而是我在抱歉 这段时间对你们的关心不够 我竟然 竟然让你们这群精英 平时只舍得定份廉价外卖 说到后面 徐芳的声音因为哽咽 稍微有些走音 六年军医 徐芳骨子里都流淌着较爱国的血液 对于这些动良之才受的委屈 让徐芳心里很不适滋味 而其他人听到徐芳的话 眼圈也是一热 原本的不快 早已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 是一种很暖的东西 徐总 我们也是自愿的 以技术人员 眼圈红红的劝慰 是啊徐总 我们都是自愿的 大家也都单身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您能给我们提供科研的地方 我们就很满足了 又有一人附和道 这群技术人才 他们当初拿着超能电池的设计想法找投资 不少人都当成一个笑话 感觉就凭他们几个 以现在的科技水平 根本无法研制出超强电池 处处碰壁后的他们 对徐芳能够拿出魄力 给他们科研经费 心里也满满的都是感激 此刻看徐芳如此走心 一时间 大家对徐芳的好感 以及对公司的归属感 都直线上升 看着大家理解的神情 徐芳的心又自责几分 长吐口气道 各位 这次是我不对 以后大家吃饭 很随意 可以在工位上 也可以在休息区 不过伙食这块 我会让秀兰大酒店 每天中午和晚上 定时给大家送来饭菜 大家的伙食水平 一定会提上去 秀兰大酒店 听到这地方 不少人眼睛一亮 虽然他们都是闷头干活的科技宅 但青云大酒店 作为M省最出名的酒店 他们想不知道都难 徐总 真的假的 艺人问道 必须是真的 电池大家不都做完了吗 今天大家就别加班了 我现在约车 咱们一起去秀兰大酒店 好好吃一顿 黎明 上个月的工资 你补发齐全美 没发的话 现在给大家发一下 作为这次电池研究成功的奖励 明天上班 我会跟大家说 徐芳刚说完 人群里立刻传来一阵欢呼 既然这是徐芳吩咐的 里面也不在省着手里的钱 把工资给大家结算清楚后 徐芳约的车也到了门外 招呼大家上车 黎明跟徐芳走在了最后面 看着徐芳 黎明小声问 徐芳 你一点也不期待电池 徐芳看了眼黎明道 期待啊 这心里跟猫挠似的 不过今晚必须跟大家好好吃一顿 不然不含了兄弟们的心吗 等吃完饭 咱俩再回公司 你专门给我讲讲 黎明文言翻了翻白眼 感情最后当苦力的是他 不过想到徐芳能为员工如此着想 黎明也会心一笑 能有这样的老板辛苦一点 值了这顿饭吃得很尽兴 好酒好菜都管够 让这群几个月都没好好吃饭的技术 狂大呼过瘾 一直到晚上九点 大家才都散了 出了酒店 看着天色这么晚 徐芳笑道 大美女 明天我去公司再看吧 也不差这点时间 黎明今晚没喝什么酒 看着徐芳同样很清醒 奄然笑道 现在也不算晚 去公司带你看看电池吧 估计你这也睡不着 徐芳心里一暖 点点头道 辛苦你了 开车带着黎明回到公司 打开灯后 黎明来到自己办公室里 在一个保险柜里输入了密码 只听烹的一声 保险柜立刻弹开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眼视而不见 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性表演 一段音乐声传来 徐芳好奇看了过去 从里面拿出一个普通的安卓手机 正在播放视频 上面是当红歌手靴之谦 正在唱歌 黎明将播放器按了暂停 笑道 这个手机之前的电池被拆了 里面是我们生产的电池 而手机除了播放视频外 后台还有不少程序在运转 距离测试时间 已经过了40个小时 现在还剩10%的电量 所以我感觉这电量还是相当耐用的 徐芳好奇地拿起手机 手机背部写着一个开始测试的时间 算一算 确实40个小时 徐芳也有些诧异 惊叹道 可以啊这个 普通人也不会连续播放视频几天 这么算算 够一个人连续使用好多天啊 根据我们的推测 在安全使用范围内 这个电池可以保证这款手机连续使用45小时 而一个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玩手机 对那些手机离不开手的人来说 大概能用三天 如果是正常上班族使用 应该能用一周 要是不爱玩手机的人 那时间就更长了 待机时间还不确定 但也能保证最少半个月 听着这那天的功效 徐芳心里也极为振奋 看着不错啊 现在电池生产出来 可以投入生产了吗 可以 但每款电池都要予以一定的调试 这需要一点时间 黎明坦然道 毕竟这款电池才生产出来 各种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 安全性不高 不可能一下为所有电气供电 但可以为少量产品进行电池生产 比如苹果手机的电池 如果它们需要 我们就可以调试各项数据 然后专门给苹果手机做一款电池 时间也不会太久 研发半个月左右 就可以完全研发出来 对这个结果 徐芳也比较满意 行 那我最近找找 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合作 对了 你刚才说 现在技术还没成熟 如果想让技术成熟 是不是还需要继续做科研 黎明的脸 在此刻微微有些红 之所以他把徐芳叫来 确实也是想跟徐芳说 如果想让超强电池进一步优化 确实还需要投入资金 但徐芳给他们 已经投了两千万了 虽然初步的电池已经研究出来 但还没投入生产 也就是还没半点盈利 这个时候 再问徐芳要经费 还真有点难为情 却没料到 徐芳先提了出来 为了科研 黎明这种技术狂人 自然不会再管脸面 点点头道 确实还需要资金 需要多少 具体能成熟到什么程度 徐芳又问 成熟到 只要给我们一个 对电量的参数 我们就能立刻做出 对应的超强电池 而且成本降到最低 想做到这个的话 可能还需要三千万 当然 也可能更多 黎明小声道 三千万 对现在徐芳的身家来说了 确实不算 让他捉襟见肘 考虑了下 徐芳才道 行 这个没问题 你也被有心理压力 能有现在的成果 已经大大超乎 我预期了 前我明天转到你们账户 你们进行下一步科研 然后再生产这块 你这几天也够思一下 最近我会联系一些公司 开始对外销售这款电池 没问题 看徐芳如此爽快 黎明也欣喜地点头 送黎明回家后 徐芳也开始考虑 下一步该怎么走 超强电池这种逆天产物 如果出现 绝对会成为 所有人争夺的产物 到时 主动权可是在自己手里 具体要跟哪家公司合作 可要看老子的心情了 第二天上午 徐芳来到了公司 除了颁布了 继续投资三千万的消息 因为研究电池 大家都有功 所以 每个人有最低 十万元的奖励 会在三天内 发到大家银行账号上 听到这两个消息 所有人都兴奋起来 大家的工资水平 本来就不低 再给发如此优厚的奖金 确实刺激了他们的工作热情 一个个表示 一定尽心研发 争取让这门技术早日成熟 徐芳也没久待 跟大家又慷慨陈词了一会 便开车离开了 叮铃铃正在开车的徐芳 手机铃声忽然响了起来 看了看号码 是林香雪的 徐芳急忙按了接听 笑道 大美女 怎么有空联系我 徐大盲人这么辛苦 肯定不会主动找我 我再不主动点 估计你心里也没我这个人了 林香雪慵懒的声音传来 不过语气却有了一丝忧怨 徐芳文言心里一吐 甘笑道 少埋态我 我刚要给你打电话呢 是吗 你给我打电话做什么 林香雪反问一句 徐芳眼珠一转 笑道 昨天刚回来 正想找你去续续旧呢 你找我有事 找我续旧 算你有心 在徐芳脸不红气不喘的睁眼瞎话下 林香雪也笑道 你来我家吧 正好有点是想跟你说 好的 挂了电话 徐芳开车朝林香雪家里驶去 二十分钟后 上院小区 徐芳按响了门铃 很快门被打开 林香雪落落大方站在那里 那绰约天下的风姿 让徐芳眼睛一直 这女人 真是端得住场面啊 你要跟我说什么事 进了客厅 徐芳问道 下周我爷爷八十大寿 我想回去看看 你陪我一起去吧 林香雪雨不惊人死不休道 我一个外人 去参加你们家宴 徐芳瞪大眼睛问 林香雪看了徐芳一眼 悠悠道 这次虽然是爷爷过大寿 但肯定还有其他事 我年龄也不小了 家族给我定过娃娃亲 虽然老一辈的观念 放在现在已经过时了 但很可能会因此被逼婚 娃娃亲 那男的应该也不小了吧 连个对象也没有 徐芳好奇问 她有没有对象管我什么事 我不喜欢 就不想被强迫 你帮不帮我 林香雪目光灼灼盯盯着徐芳 对林香雪的意思 徐芳自然懂 当时的老一辈的媒妁之言 放在现在虽然不流行 但在一些家族 尤其是大家族里面 还是非常有用的 林香雪既然不喜欢那个男的 又不想被家里强迫 这时候就只能找个背锅的 但能让林香雪 如此头疼的一个人 应该很厉害吧 以徐芳这尿性 向来不愿意惹麻烦 但让林香雪嫁给其他男人 徐芳想都不敢想 跟林香雪对视了几秒 徐芳直接道 回家之后 让我伴你男朋友呗 怎么 不乐意 林香雪眉头一扬 那我能不能尽一下男朋友的义务呢 徐芳忽然坐在林香雪身边 将林香雪揽入怀里 林香雪并没有拒绝 以前也差点跟徐芳走到那一步 不过被心仪打断了 嗯刺 轰隆隆 一道汽车的声音传来 凭借徐芳敏锐的耳朵 立刻听到是有人来了 小姐 我回来了 欣仪的声音很快传来 有人来了 本来还双眼迷离的林香雪 在听到那声音后 猛然一惊 将徐芳推开后 快速穿起了衣服 催促道 赶紧的 收拾好 徐芳内心已经是一千万头羊头奔过 欣仪啊 你真是我命中注定的克星啊 这都第几次了 不过现在 也不是哀叹的时候 徐芳自顾自穿好衣服 跟林香雪一起下了楼 欣仪 怎么这个点来了 林香雪的声音 恢复了慵懒 在家没什么事 想着小姐这里 几天没打扫了 过来收拾收拾 徐芳 你也来了 看到徐芳竟然跟在林香雪身后 欣仪眼里有些好奇 你们干啥呢 颈椎不舒服 让徐芳帮我看看 房间先别收拾 等徐芳走了再说 林香雪平淡道 好的 欣仪点点头 三人便坐在沙发上聊天 对了徐芳 我爷爷过生日 咱们也得准备点东西 你说送什么好 林香雪问 徐芳也跟咱们回去 欣仪又有些惊讶 我不喜欢何不归 这次家族可能会拿她说事 这次就让徐芳做我男朋友 林香雪淡然道 欣仪听到这话 却惊讶地捂住了嘴 半天才道 小姐 京城那边风云涌动 把徐芳拉出来 会不会不好 你担心有人把徐芳干掉 林香雪随口问道 我没这么意思 就感觉 徐芳现在还是羽翼未封 现在会不会有点早 欣仪对徐芳是打心眼里关心 徐芳 你怕不怕 要不要我给你讲讲 京城的那些人有多厉害 林香雪看着徐芳挑衅问 是我被别人灭 还是我去杀杀他们威风 这还真不好说 徐芳自信一笑 刹那间的气势 却让良女一待 林香雪短暂地失神后 也反应过来 笑道 瞧你一副视死如归的样 没出息 不会有生命危险 到时节保护你 那就好那就好 徐芳也换上了嬉皮笑脸的神态 礼品这个 你准备布的 我这几天会看看 送点什么合适 好说 林香雪点点头 笑了笑道 需要钱的话 你再跟我说 不用 我这还有钱 跟林香雪聊了半天 徐芳才开车回了岳海村 因为之前的好事 被心仪打断 徐芳这精力旺盛的人 直接找到了和解 一起忙活到天黑 才回到家里 回了家 徐芳心里也开始琢磨 这次去京城 究竟该送些什么 虽然不知道 林香雪究竟出自什么家族 但看林香雪 那凤一天下的气质 哪怕在虎聚龙盘的京城 恐怕也是豪门之列 这样的家族 送普通能买到的东西 倒是会落入下诚 哪怕是一些古董 珠宝 恐怕他们也会不屑一顾 再说 自己现在就是个小商人 也买不起多少东西 人家要真喜欢这些 早就都买完了 但很快 徐芳就想明白了 自己搞不到好东西 别人未必能整出什么新鲜玩意儿 实在不行 送点保健品 或者豆蔻你也行啊 徐芳心里琢磨了下 又喃喃自语 算了 两手准备下 先准备点珠宝吧 正好师傅也是华夏雕刻界的大师 他雕刻的作品 应该也算是价值连城吧 明天去师傅那里 拜访下 看看有什么好东西没 而在青云市的秦老爷子 却在大晚上 莫名其妙打了个喷嚏 锦号星号等于 一日一早 徐芳拎着两瓶白酒和一箱黄酒 开车来到了秦顶老爷子的家 看到徐芳进来 秦顶这对老夫妇都很高兴 尤其是看到徐芳拎着的 竟然还有白酒 秦顶更是心花怒放 直夸自己有了个好徒弟 将酒都藏好 秦顶才问 小芳 最近雕刻的手艺有落下没 看你工作挺忙的 时间虽然不多 但雕刻的手艺却一直没望 出门身上也会把雕刻刀带着 现在手艺比以前还纯熟些 听徐芳这么回答 秦顶老怀大位 这辈子咱俩能成为师徒 真是一场天大的缘分 是啊 硬了声 徐芳的目光环视一圈 目光落在了客厅一张桌子上的摆件 甘笑了两声道 老爷子 那个老龟 摆件你还有啥用不 要不托儿拿回去研究研究 顺着徐芳所指的方向 秦老爷子就看到了摆架上的一只乌龟 原本还喜气洋洋的老爷子 脸顿时黑了下来 小兔崽子 你眼倒是毒 知道那块木料 我费了多少力气才弄到手吗 你要了做什么 有个非常重要的人过寿 我这一时半会也不知送点什么 这不 只好来师父这看看 徐芳尴尬道 哼 就知道你来这没啥好事 秦老爷子冷哼一声没再说话 小方 喜欢你就拿去 老头子 你瞧把你抠的 值几个钱啊 老夫人在一旁撇嘴道 秦老爷子眼睛一瞪 脾气也上来了 嘿 当时我买得早 入手的时候 要就值百万 现在黄花梨的价格翻了多少倍 前几天 还有人开三千万想买呢 徐芳自然也看出来 这是正宗的海南黄花梨 现在市场价都几万块钱一斤 价格比黄金贵 这种优质的料子 价格肯定更贵 更关键的是 上面雕刻的老龟栩栩如生 看着就有灵气 光这刀工 就能让这块木头的价值 再翻几倍 这种级别的工艺品 以后可是要进收藏馆 或者博物馆的 岂能用价值衡量 这种东西当礼物 可真不会落自己面子 自己对林香学 徐芳这个对感情比较后知后觉的人 也不清楚究竟是怎样个感情 但肯定有好感的成分 送他爷爷的东西 出手可不能小气了 打定主意 徐芳黑黑笑道 老爷子 这雕刻出来的东西 自己留着也没啥意思 不如这样 徒弟最近在给你搜集一些好料子 咱们喜欢雕刻的人 雕刻出来东西固然让人欣喜 但更快乐的事还是雕刻的过程 能有什么好料子 秦老爷子语气虽然不悦 但也放松了很多 我打算最近下海看看 或许还能有适合雕刻的东西 比如红珊瑚 海柳树 上次给您的两块冰晶 甚至还有更好的宝贝 这些东西 说找到就找到 秦老爷子 却是一百个不信 老爷子 我骗你做什么 海洋的资源那么丰富 找到这些应该不难 徐芳正色道 那你想拿就拿走吧 料子记得送来 秦老爷子不缺钱 也不爱钱 但唯独对雕刻情有独钟 徐芳也深谙老爷子秉性 从雕刻材料上入手 顺利把这老龟长寿的百件拿走 想到下周才就去临安 而秦老爷子这边也急需安抚 徐芳顾不上休息 给摩托艇加满油 背上潜水服和氧气罐 开着摩托艇朝深海赶去 海底的资源无比丰富 弄不好就能找到一些稀奇的宝贝 自己一直练习的雕刻 也都用的普通材料 正巧自己手养 到时找到的材料如果数量多 自己也可以留一部分雕刻 一口气朝前开了二十公里 徐芳也不管摩托艇能被浪打到哪 便纵深 一跃 一个猛子扎了下去 海底虽然漆黑一片 但徐芳早准备了防水手电 深海里的资源果然不少 各种扇贝 龙虾 海蟹 如果是以前 徐芳肯定要拿出编织袋 好好装上几十斤 但此刻徐芳已经无暇顾及其他 体内衣角不断运转 身体如同鱿鱼 快速在海底穿梭 大自然无时无刻在给人们馈赠礼物 在徐芳苦苦寻找下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找到了一块质量不错的红珊瑚 看着这一大块红珊瑚 徐芳心里一喜 用力给切割下来 抱着红珊瑚浮上海面 徐芳视力极好 很快就看到了摩托艇所在的方向 心里估算了下 顿时一万头羊驼从心底奔过 照着势头 那地方应该距离这里有一公里 虽然无奈 但总比由上岸好 将珊瑚绑在身上 徐芳迅速朝摩托艇游去 接下来两天 徐芳又准备了一些豆面泥 心里才长舒口气 不管怎么说 这次去林香雪家 送的礼物不算轻 将红珊瑚给秦老爷子送去 看到这么一大块宝贝 秦鼎的脸上也不满笑容 当听到徐芳 以后还会去找一些宝贝 更是直夸徐芳有心 处理好了秦老爷子的事 徐芳才开车朝A市赶去 虽然谢氏集团 才被徐芳重创了一次 但谢氏集团毕竟是个大家族 这么多年浮浮沉沉 经历了无数风雨 遇到这点麻烦 很快就做了各种对策 在餐饮这块 甚至重新开始了 对秀兰大酒店的反扑 徐芳决定再去添一把火 彻底把苏贝大酒店 在A市给踩下去 晚上六点 徐芳到了A市 直接去了陈丽雪那里 看到徐芳回来 陈丽雪显然非常高兴 拉着徐芳进了卧室 一直到八点 才心满意足地放过徐芳 丽雪 现在米线店怎么样了 徐芳看着已经彻底无力的陈丽雪 温和问了句 陈丽雪看着徐芳道 三百三十家米线店 在周围的小区都有一定的人气 拉拢了一大批回头客 我专门看了看周围几家的米线店 饭点的时候都可能做不满 对此 徐芳心里也满有成就感 笑道 那不错啊 盈利也可以 对 一家店铺的净利润 已经稳定在了两千多 单日利润也在七十万潮上 影响力还算有一些吧 陈丽雪对这个利润也很满意 徐芳心里计较了下 想着再有几天就要去燕京 这两天 不妨对秀兰大酒店 进行一次宣传 打定主意 徐芳才道 明天我会去一趟广告公司 订做一些宣传海报 到时需要挂在每家米线店上 什么海报 对秀兰大酒店的宣传 当然 对咱们来说 并没有什么坏处 秀兰大酒店 在A市的知名度很高 而且档次也高 如果能说明 咱们的高汤里 有秀兰大酒店秘制的药膳成分 营养丰富 健康 会提升咱们米线的档次 徐芳解释了 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 全都依靠徐芳 陈丽雪对徐芳自然无比幸福 文言也没意见 点头道 可以 那明天就去定做 叮铃铃 正当这两人在软声细语的聊天 徐芳的手机 铃声响了起来 看了看号码 竟然是赵雨菲的 按了接听 徐芳笑道 雨菲 你找我 徐总 没打扰你休息吧 赵雨最清脆的声音传来 没有 有什么事你说 我从一个朋友那里 听到一个风声 孔朝陵可能有离开谢氏集团的想法 赵雨菲神秘道 孔朝陵徐芳是知道的 不说别的 猜引戒女王的名头可不是盖的 如果不是秀兰大酒店的那天崛起 将这大酒店还真有可能朝外扩散 一举占领M省的市场 这消息靠谱吗 跟我说的人 也是一个大酒店的总经理 应该不会编谎话蒙我 他可是个人才啊 不管他去哪儿做餐饮 对咱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 要是能招咱们 公司来 对咱们公司也是个助理吧 赵雨菲分析道 徐芳考虑了下 确实感觉比较靠谱 想了想才道 有时间我接触一下吧 如果靠谱 我就招来 挂了电话 徐芳辰撕了会儿 孔朝龄在谢氏集团这么多年 跟谢氏集团的牵连 不可谓不小 如果孔朝龄想离开 将这大酒店的消息是假的 那一切都可以当没发生 但如果他被自己招来了 万一做的是 谢氏集团的卧底怎么办 虽然要上完这块的消息 一直都在徐芳手里捏着 但能让孔朝龄 动手的地方太多了 比如高价阶段秀兰集团 所有食材的供应渠道 再比如将秀兰集团 所有骨干人才高薪带走 甚至做一些不理智的事情 让秀兰大酒店员工 在韭菜里下毒 引发命案 这些都可以将秀兰集团 推进深渊 但徐芳同样很清楚 风险大的背后 也有着高回报 孔朝龄在谢氏集团这么多年 把苏浙大酒店经营得有声有色 一举成为 苏浙两省第一 这除了谢氏集团强大的背景外 还要有对餐饮市场的精准把握 酒店怎么装修 能赶上潮流 酒店的饭菜 怎样才能和人们胃口 酒店服务员要什么水平 才能让人感觉认可 甚至酒店的风水 酒店的餐饮指 都是成败的关键所在 这是对餐饮市场潮流命脉的把握 徐芳承认自己并不是很有追求的人 她也不会把自己所有时间 都放在秀兰集团上 不止她不会 她相信林香雪也不会 所以这时候 就需要一个强大的人 来接手这个盘子 孔朝龄 无疑是一个很适合的人选 如果能把这女人招来 对江浙大酒店来说 也绝对是一场灾难 到时 江浙大酒店食材提供商 骨干人才 孔朝龄 都可以带到秀兰集团来 这个苏浙大酒店的灵魂人物 自己确实可以争取一下 打定主意 徐芳眼里精芒一闪 找出跑牙强的手机号打了过去 电话很快被接通 跑牙强恭敬的声音传来 徐爷 您找我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徐芳笑问道 提到赚钱这茬 跑牙强也有些兴奋 徐爷 这次多亏了您啊 这钱赚得爽 来路正 赚得也心里安稳 这次算是一个成功案例 A市可不止这一家银行啊 到时其他家银行看到招行把坏账收回来 肯定会非常吃惊 到时你在联系联系 他们还不多找你合作 况且 这也不是一锤子买卖 等你把几个银行的坏账挨个收完 最先收账的那个银行 肯定又有坏账了 再说 A市下面还有几个线 都可以去看看吗 徐芳笑着点醒 徐爷 您这可真是金点子啊 这次把账收上来 我给您送五成过去 您千万得收下 算我出牙墙孝敬您的 抱牙墙敞亮道 徐芳自然知道 跑牙墙给自己送钱的意思 无非是想攀上自己这棵大树 感谢的心思应该没多少 但一个公司想在一个地方长久立足 黑白两道还真要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与跑牙墙道不是不可以合作一些 思虑片刻 徐芳才道 钱就免了 听着俗 我也看不上 你手底的那些黄 毒 都怎么样了 处理干净了没 放心吧 徐爷 大多数都干净了 没有违法乱记的生意 那些事以后也不要再碰 最近你先给银行追债 等忙完这段时间 我再去找你 跟你合作一些生意 谢谢徐爷 听到徐芳的话 跑牙墙兴奋 对了 这次找你有点事 想找你帮忙 你去调查一下苏 这大酒店孔潮林这个人 把他所有的信息都调集出来 比如他家庭住址 他亲朋好友的信息 身体状况 收入水平等 尽力去做 但也别被谢氏集团的人发现 徐芳提醒道 只是调查一个人 并不是什么难事 跑牙墙满口答应下来 没问题 接我就开始调查 有消息我就给徐爷反馈 好的 挂了电话 徐芳嘴角微微一扬 空学来风未必无音 既然能传出来 孔潮林要走的消息 这中间肯定会有一些端倪 徐芳 你要绑票啊 一旁陈丽雪 听到徐芳找人调查其他人 好奇问了句 绑什么票 哥是梁宁 徐芳捏了捏陈丽雪小鼻子 解释道 一个人 在餐饮方面很有见底 我收集下她资料 看看能不能挖来 原来如此 两人一起聊着聊天 不多会 陈丽雪竟然恢复了一些体力 很快 房间 内又回荡着她高亢的声音 不得不说 跑牙强的效率很快 而且确实把徐芳说的话放在了心上 中午 徐芳才从广告公司出来 就接到了抱牙强发来的电话 告诉她 已经查清楚了孔潮林的详细信息 徐芳也没怠慢 将车头一拐 开到了跑牙强所在的会所 拿着一叠资料 才开车回了家 到家后 徐芳坐在客厅 打量着孔潮林的资料 孔潮林 父母都健在 都生活在A市 平时也不差钱 母亲经常打打麻将 父亲则跟别人下下棋 听说棋艺很高 当年是象棋大师 在A市有些名气 这些都是孔潮林家人的信息 徐芳在朝下翻了翻 才看到了孔潮林个人的资料 他们用了解 是这个孔潮林的资料 编判 王宅 先后再打一下 这些孔潮林的资料 我们下注写了 两个月 现在这些孔潮林的资料 你这些孔潮林的资料 他会问你 这个孔潮林的资料